台儿庄战役是发生在1938年3月至4月中旬 是对日抗战爆发后 国军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严重挫败日军的猖狂气焰 这场战役主要是阻击 意图由山东分两路进攻徐州的日军 虽然最后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果 但最终也没能避免日军拿下徐州 蒋介石也清楚知道 单凭一场胜仗 不可能赶走日军 而是希望以空间换取时间 来节节抵抗军力优势的日军 中国无法单独击败日本 但是在其他世界列强 参与这场战争以前 中国不能被征服 台儿庄战役的目的 也并不是为了保护徐州 而是要延缓日军进攻徐州的时间 再来延缓日军对武汉的推进 为中央政府向重庆转进 争取时间 依靠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成功把日军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中 让日本无法快速赢的最终胜利 虽然台儿庄战役 不算规模太大的胜利 但对重振军心士气 带来极大的帮助 也让民众更有信心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国策 这场战役也共有八人 备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今天要来介绍 这些在台儿庄战役的参战将领 最后都是什么结局 李宗人 抗日战争时 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为台儿庄战役的国军总指挥 并在台儿庄会战中 名震一时 此战中 李宗人亲临前县都战指挥 获得国军抗战中 首次大胜 同年 李先后指挥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 抗击日军 徐州大突围中 李指挥六十万大军突围 国军未出现松户会战 南京保卫战撤退时之混乱场面 战后 1948年春 李宗人执意竞选副总统 4月 李宗人当选副总统 让蒋介石属意的副总统落选 蒋介石与李宗人 因北伐后 蒋贵战争的旧矛盾 又重新浮现 年底 国军在三大战役中大败 李宗人破蒋下野后 予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 卫国 同年12月 以治病为名前往美国 1965年7月 获准以爱国人士身份回到中国大陆 文革时得到周恩来保护 于1969年1月30日病逝北京 孙廉仲 为冯玉祥的部下 因为头脑机灵 作战勇敢 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 为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 台尔庄战役中 孙廉仲的勇猛作战 扩大了战果 受到蒋介石赞赏 1945年6月 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并负责抗日战争后 北平及天津地区 日军的受降事宜 国共内战时 孙廉仲于1947年 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12月 孙廉仲调往首都南京 任首都卫戍司令 1949年3月 随国府迁台 此后 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并开了参馆度日 1990年 孙廉仲在台北病逝 中年98岁 汤恩伯 汤恩伯在台尔庄战役中 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 辖三个军 总兵力7.2万余人 战役中 孙廉仲在台尔庄坚持阵地 汤恩伯军团在台尔庄测备 两人里应外合 在台尔庄战役中 一手一功 相辅相成 国共内战时 1948年12月 汤恩伯任京护航警被总司令 汤负责隔江保护南京 上海 1949年5月 解放军于渡江战役中得胜 随即占南京和上海 汤江所部撤往福建及台湾 其间 陈怡试图向汤策反 劝汤投奔中共 被汤恩伯所拒 并密报蒋介石 陈怡后被压制台北处决 早在上海时 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 已在准备逃往日本 想到日本度过余生 蒋介石得之后大骂道 混账 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 败得那么快 原来他早做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3年 汤恩伯京有人协助 迁居东京 隔年 因为急于日本逝世 享年54岁 田镇南 在西北军 有小诸葛之称 常协助孙廉仲 指挥战役 出谋划策 但为人特别低调 不拘功 台二庄战役后 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 早随会战 长沙会战等 徐邦会战后 田镇南去了台湾 任立法院委员 第一届立法院院长等职 1974年12月2日 在台湾病逝 享年86岁 蒋介石为其安排隆重国葬 并亲自提写 党论刘辉四个大字 赞扬他的正职 冯安邦 在台二庄战役中 任孙廉仲军团地42军的中将军长 在战后 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同年秋 42军转战湖北省大别山防御任务 后在撤退襄阳时 遭到日积空袭 冯安邦负伤阵亡 十年54岁 黄乔松 早年投身在冯玉祥部队 抗日战争期间 黄乔松先后在娘子关 台儿庄 大别山等地与日军作战 立下战功 国共内战时 任国军第三十军军长 但是 黄乔松厌倦内战 有谢职之意 1948年8月 蒋介石命旗增援延西山 黄乔松抵达太原后 认为太原是孤城一座 肆无依靠 后透过朋友与共军取得联系 几次通信后 黄乔松决心起义 但在起义前 遭到告发被捕 严西山对他说 黄军长 总统和我对你都很器重 到太原来对你不薄 你为什么要叛变 黄乔松回答 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不愿意打内战 事已至辞 由你办吧 1948年11月 黄乔松被押往南京处决 十年四十七岁 王明章 川军将领 响应抗战出川抗日 活跃在近东 鲁南一带 1938年初 王明章奉命驻守藤县 此战 王明章死战不退 遭日军机枪扫射 最后身重 数弹牺牲 后被国民政府 追赠为陆军上将 是国军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 也因王明章英勇奋战 为国军争取和为时间 才让台儿庄大捷得以实现 武德后 国军赶死队队长 早年投身冯玉祥的西北军 后边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 台儿庄战役中 亲率四十人 组成赶死队与日军搏杀 战至只剩三人 率不收复台儿庄西北城脚 国共内战中 在太原被解放军俘虏 1959年 武德后十年刑满释放 后 又被指定到太原专厂当工人 1975年 武德后得以返回家乡 但他父亲及夫人 在不久前均已去世 在访问中 武德后将军说道 我对得起国家 但对不起家庭 2007年 武德后病逝 中年99岁 池丰城 西北军将领 隶属孙连仲所部 因池丰城汉勇善战 故深得孙连仲赏识 台儿庄战役时 池丰城率部 固守台儿庄 战役打响 日军凭借绝对优势 火力猛扑庄内 池丰城则率部拼死阻击 战事一时胶着 池丰城觉得再战下去 三十一世将全军覆没 便向孙连仲请示 可否转移阵地 暂时撤到运河难岸 孙连仲上报李宗人 但李宗人不愿功亏一篑 电告孙连仲 台儿庄已写战一周 再坚持最后五分钟 援军明天中午可到 我本人也将于明晨 亲来台儿庄都站 你务必守志明天拂晓 后孙连仲亲至台儿庄都站 电令持封城 士兵打光了 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 你填过了 我就来填进去 有谁敢退过运河者 杀无赦 持封城闻言 先知已无退路 乃以避死决心 下令炸毁后退的浮桥 断绝后路被水一战 任凭敌人如何冲杀 仍死战不退 黎明后 汤恩伯军团在日军身后出现 敌军撤退不及 陷入重围 国军至此全线反击 台儿庄大劫后 持封城或颁清天白日勋章 算是此战之首功者 1949年 国共内战时 持封城 策动军统北平战战长徐宗瑶起义 随副作义参与 北平开成现象 然而在仅仅两个月以后 持封城即被中共已 因历史遗留问题逮捕 其后一直关押受审 1955年3月 持封城病逝北京监狱中 家属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其目的只是一个衣冠种 一代抗日英雄结局 竟如此悲戚 令人心叹 至1983年5月12日 北京才对持封城做出平反 而被其策反的徐宗瑶 在1951年的正反 及后来的文革 也无疑放过他 遭受劳改及入狱服刑 直至1987年方祸平反 人心叹